下有没有多春鱼卖 只要有它就会悄悄的放进篮子里面 真的特别喜欢吃 多春鱼买回来之后我们先处理一下 在鱼鳝连着鱼肚子的位置紧个小口 按住鱼鳝轻轻往上一拉 就可以把鱼鳝和鱼肚子拿出来 剩下了一整条都可以吃的 洗干净之后用厨房纸巾吸干水分 腌制的时候会更好入味 加适量的黑胡椒粉或者是白胡椒粉 料酒 生抽 生抽一定不能太多 因为这个是海鱼嘛 本身就有咸味 轻轻的抓拌 不要弄破它的肚子 腌制十分钟之后再加个蛋黄 蛋黄酥脆 蛋白嫩滑 就是这个原理 然后再裹上一层薄薄的玉米淀粉 不用太厚 全部都裹完玉米淀粉之后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炸了 油温呢大概是五六成油温 筷子的周围有密集小泡泡的时候 鱼一条一条的放进来 全部放进来之后调成中大火 刚开始时候不要动它 防止它脱僵 炸到一面金黄之后 我们就给它放个面 炸到两面都稍稍金黄了 像这样就可以夹出来 全部捞出来之后 等油温持续升高 大概七八成油温的样子 我们就把鱼倒进来 让它再复杂三十秒 这个时候要开大火 复杂的目的是为了让它的表面 更加的酥脆金黄 撒上适量的椒盐粉 还有孜然粉就可以开吃了 外叔里嫩大人小孩都超级喜欢的 椒盐多春鱼 希望你会喜欢